国宝100 渐渐精彩 今儿讲的这故事啊 这国宝是石头的 个儿大 非常的沉 特别不好运输 但它愣是让人给运走了 运哪儿去了呢 运到了美国 什么时候运的呢 一百年前 昭灵六郡 小学课本都学过吧 没学过 那中学课本学过吗 也没有学过 那课外读物总听说过吧 先说昭灵六郡在哪儿 他在今天的陕西省里权献 这昭灵是谁的陵墓呢 我想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中国皇帝好几百个呢 你能说出来的就那么几个 有名的皇帝都有谁呢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昭灵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和他的皇后的合葬墓 过去皇上的墓有两类 一类藏在深山大漠里 让你找不着 另一类就是这种唐儿皇之的戳子呢 比如你今天去陕西看到的乾陵 武则天跟高宗李治的墓 包括来北京看到的明石三陵 还有河北的清东陵清西陵 这种唐儿皇之的墓葬呢 除了埋皇帝那陵墓 还得有宫殿 还得有长廊 还得有一个建筑群 昭灵墓旁边本来有一长廊 这长廊多少有点像我们过去那光荣榜 把皇上生前的业绩都割上来 所以这青石高浮雕的昭灵六郡就安放在这上面 大型石雕有圆雕浮雕两种 单独存在四周可看的就是圆雕 依附于石头上面凸起来的叫浮雕 昭灵六郡是中国文物史上最有名的浮雕 六郡有六匹马 它是有圆形的 这是唐太宗李世民最喜欢的六匹战马 是辅佐他爹高祖李渊平定四海 建国立邦时所成的坐祭 现在这坐祭念旗了 坐祭 这让我很纠结 过去我老纠正别人 说这字到这会儿念旗 现在人家把我给纠正了 这六匹坐祭有大名 分别是什么呢 萨鲁子 全毛瓜 白蹄乌 特勒彪 轻锥 石发尺 过去我们听说书的老说乌锥马 比如西汉演绎楚霸王齐的坐祭 这个是轻锥马 你听这些名字起的都特洋 一听就是外来的 其实这真没什么洋的 萨鲁子 白蹄乌 特勒彪 轻锥 石发尺 说的都是颜色 萨鲁子这个子啊 其实就是喀色 我们官府猫里有个猫叫孟的喀 就是这喀色 白蹄乌 这马可是黑的啊 就四个蹄子是白的 我们过去还有个猫叫白拖拖 就是黑猫穿着一双白拖鞋 然后就是轻锥 锥本身就是轻白杂色的马 再有就是特勒彪 这彪就是毛色黄里透白的马 石发尺 石发尺 不用问了 这马是早鞍马 这跟你们家现在起的名字是一个路子啊 你们家的猫和狗不就叫黑黑黄黄白白花花吗 这些都是在表达颜色 只不过李世民的马名 比你家的猫狗名起的一样 这全毛瓜是一特例 它的毛发是一个打着旋的 这名字啊 有的是从突厥语来的 当时翻译的是高人呢 符合今天翻译的最高标准叫信达雅 比如特勒 石发 这些都是突厥的官之名 后面再加上个颜色 翻译的信达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奔驰车了 我年轻的时候这奔驰叫本瓷 后来才改为叫奔驰 广告界公认翻译最好的商业名字是可可可乐 其实最开始它被翻译成叫可可可拉 你听听你还想喝吗 李世民当时多重视这事呢 贞观十年 公元六三六年 李世民下诏 命当时的大画家闫立本先画出六郡 你现在在市面上看见的闫立本的画可都是假画 甭打开一听都知道后人委托的 闫立本是唐代首屈一指的大画家 但无一真迹存世 闫立本画完这六郡以后呢 唐太宗就命令工匠把它雕出来 有多大呢 高有一米七 跟我差不多宽两米 厚呢 一尺有鱼 有好几吨重 李世民呢 还想这样不够庄重 亲子赴诗六首 一匹马一首诗 李世民的诗写得很好啊 比乾隆皇上写得可好多了 全堂诗里还有他的诗呢 李世民写了六马赞 当时呢 还找人给腾抄下来 他找的是谁呢 全是牛人 他找的是欧阳巡 欧阳巡写过最重要的五个大字 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啊 那就是我们的官复博物馆 本馆建设之初 我不愿意找任何人提字 我觉得谁写也写不过古人 找来找去 就在欧阳巡的发帖里 集了这五个字 官复博物馆 你们如果看昭令六郡 就会发现这六郡呢 一共中了二十件 青锥五件 十八尺五件 萨路子一件 全毛瓜九件 中件最多的就是全毛瓜 前面中了六件 后面中了三件 身上那一个旋 一个旋的都快成法心了 杜甫有诗 叫昔日太宗全毛瓜 禁食郭家狮子花 郭家就是郭子怡啊 唐代大将 狮子花就是他这种马身上 在毛打着旋 像菊花一样 萨路子是六郡中 唯一旁边站着人的 这人呢叫邱行公 他正低头给马拔剑 邱行公的故事呢 在旧堂书里是有记载的 李世民在洛阳盲山 与王世冲的交战中 遭到围追堵截 李世民当年年少气盛 孤身一人被围 他的坐骑萨路子 一剑被射中前胸 邱行公翻身下马 把自己的坐骑 让给李世民 两人拼死杀出重围 此画面是邱行公 为萨路子拔剑之前的瞬间 剑拔出之后 萨路子就倒下了 情景悲壮 李世民特许 邱行公入画 成为六郡中 唯一带有人物的一服 招林六郡在招林一呆 就是将近一千三百年 但他出事了 一九一年 中国过去的地质社会崩盘了 兵荒马乱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 授予一个叫张云山的陆军中将头衔 这个人就开始嘚瑟 他是陕西的军政要员 他说 嘿 招林这长王破败不堪 但这六匹骏马还挺好 弄得我这都督府不是一挺好的事吗 他就先挑了两匹状态最好的马 萨鹿子和全毛瓜 就拉到了他们家的府邸 结果没两年 地方势力又洗牌 袁世凯又把张云山给抹了 派了陆建章来做陕西将军 张云山费劲巴拉的弄到的那二郡呢 就落在了陆建章手里 花开两朵 各表一支 那年秋天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东方部 接受了一笔赞助款 宾大你们听说过吗 你们光听说的都是哈佛耶鲁斯坦福了吧 其实宾大非常厉害 他在废城 废城可是以前美国的首都啊 后来才迁都至华盛顿的 宾大派来了一个叫毕士博的美国人 到中国来调查文物 调查可是一好听的词啊 实际上就来找点中国文物 美国在一百年前特别喜欢中国文物 大都会博物馆 波士顿博物馆 包括宾大的博物馆 都是在那个年月收集了大量的中国文物 毕士博他曾经看过一个欧洲人编的世界明码图 那里收录了六郡之一的萨鹿子 幸好啊 没全都收录 他一看那照片俩眼就放绿光 心说怎么能把这东西弄到手 然后这毕士博就跑了北京啊 找到了一个叫赵鹤坊的古董商 这个古董商跟袁世凯的二少爷 袁克文打得火热啊 这古董商很贼 一看毕士博是个大买家 就带他一起出入青楼 花天酒地 这美国人啊 玩疯了啊 有点乐不思索 但是他还知道自己身上带着任务呢 他就抽空啊 问这古董商说 哎 来我给你打听个事 说有匹马叫萨鹿子 你知道不知道 这古董商一听就直犯愣说 我还真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我给您打听去 这三打听 两个打听啊 这萨鹿子和全毛瓜就给打听出来了 在哪呢 在西安陆建章的府邸 那究竟这萨鹿子和全毛瓜 怎么从西安运到北京的呢 说法很多 第一个说法是卢钦斋说的 卢钦斋说 1915年袁世凯下令移治北京 说是袁世凯下令 这事就跟他没关系了 他就是一干活的 这卢钦斋肯定是自个儿啊 宅清楚自己 卢钦斋 新中国刚建国的时候 说他是一文物大盗 袁世凯又是一粗人 他根本不耗这事 他老说这古玩有什么稀奇的 将来我用的东西都是古玩 可见卢钦斋说的 不怎么靠谱 还有一种说法 是古董商赵鹤访 受袁世凯二公子袁克文的委托 是他给搞到北京的 再有一个说法和前一个贴近啊 就是说古董商赵鹤访主动要求 为袁世凯修花园 献奇花异草怪石古树 他把路上出事 就从袁克文那搞一封条 什么封条呢 就实际上就是一通行证 往上面一贴 地方官吏小土匪一看 说这个是大土匪的 咱就别动了 所以一路就畅通运到了北京 当时这美国人毕士博 并没有能力把这东西运出国 最后古董商赵鹤访 把这二郡卖给了卢钦斋 卢钦斋 戴润斋 球颜知的抗西斋 是清末民国时期西方人眼中 最大的三个古董商 这三人过去都定性为文物大道 他们在民国时期跟外国人 做古董生意都发了大财 解放后没人赶回来 比如那个鸡钢杯 卖了2.8亿的那个鸡钢杯 就是球颜知的 2011年苏比拍卖了一件戴润斋的旧藏 乾隆时期的苗金的粉彩湖 当时这东西可是残的 还卖出了一千八多万美金的高价 说起来也过意了 卢钦斋是湖州人 戴润斋无锡人 球颜知苏州人 这仨人都是今天长三角地区的 这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 是一定有基础的 这地区的人脑子灵活 又肯吃苦又能冒风险 卢钦斋 不知用什么途径就把 撒露子和全毛瓜运到了美国 1916年 宾夕法尼亚大学新建的博物馆落成 宾大希望把昭陵六郡作为重要陈舍 毕说知道了撒露子和全毛瓜的下落 就建议馆长高登联系陆秦斋 1918年 二郡运运到了费城 全毛瓜和萨路子抵达费城 聚金 整整一年 我们听着心里好沉重啊 卢钦斋这人很贼啊 应比耀眼的 你看他那长相你就知道 他某一看不太像中国人像个混血 他把这二郡全毛瓜和萨路子呢 先借给宾大展览 然后翻过来又向宾大借钱 这宾大博物馆一撇嘴就不借他 美国人是这样 面子是面子 里子归里子 这时候啊 波士顿博物馆的代表啊 前来参观庆贺 一下子看上了这二郡 这就给了卢钦斋机会 卢钦斋立刻就拿这事呢 要挟宾大 卢钦斋很贼啊 波士顿博物馆对这两郡都感兴趣 但卢钦斋特地跟宾大说 波士顿博物馆只想要其中一个 他没有把话说死 给自个儿留一活口 如果他说 波士顿博物馆就想要两郡 宾大一赌气说 那你都给他吧 他这一下就把话说死了 没退路了 如果他说要一个呢 宾大就说你给他一个吧 他说 说我不这意思啊 我不想把这么好的东西拆开 他总是有话可说 所以卢钦斋就跟宾大博物馆说 贵馆 能否放弃其中之一 把另一个让给波士顿博物馆 他说我缺钱呢 他们对我有帮助啊 结果宾大博物馆就中了招 表示说要买就买两郡 说我这正斩着呢 就不再出去了 卢钦斋借机就开了一个高价 15万美金 这钱啊 你今儿听着不算什么大钱 这钱在北京 北京二环路边上连个房子都买不起 可这钱在一百年前的北京 差不多能买半个成 那么宾大呢 一听这价钱要的真高 卢钦斋就知道这价要开到恰到好处 什么叫恰到好处呢 就是让你卯足了劲 能够将将够得着 这就叫恰到好处 如果你开一天价 这价钱我都够不着了 我就彻底放弃了 说呀你这价太大 算了你拿回去了 所以宾大博物馆就到处找富翁 他们找到了一富翁 叫约翰逊 美国人叫约翰逊的人多了去了啊 这富商呢就说得了 我给你捐15万 这宾大呢也挺贼 拿着这15万又跟卢钦斋讨价还价 最后以12.5万美金成交 这两郡全毛瓜和萨鲁子 就陈列在宾大博物馆入口的一侧 展规一下 你们注意看 写着一行小字 叫约翰逊先生捐赠 这朝零六郡两郡抵达美国以后呢 还有四郡呢 这毕士博蛇心不足 又跑到中国来了 但中国这事变得快呀 物是人非 陕西都督 又换人了 换成了陈树帆 毕士博又联手古董商赵鹤坊 在1918年初夏的一个夜晚 把另外四郡搁马车上倒走了 结果呢 他们忽略一事 就是这个全毛瓜和萨鲁子 离开昭陵以后呢 周圈的老百姓都不干了 你想想啊 这六郡在这儿待了1300年了 周圈的老百姓乡亲们自打 生下来就看这东西 这东西没了 心里空唠唠唠的 说你们拿走了俩 你回来再拿这四个肯定是不成 于是这些盗贼就被盯上了 当时的乡绅和民众就集合起来 拿抄着家伙就追赶 你想那时的马车再快也没多快啊 追上的时候 这四件石码已经被毕师伯等人 打成碎块装箱了 整块太大 太重 没法装进 所以打碎了 太可惜了 陕西都军陈述班 命人将四郡追回 先运回了陕西图书馆保存 这就又隔了几十年 解放以后 1953年陕西省博物馆 就是今天西安卑林博物馆 成立的时候 接收了这四件石雕 后来呢 拼和修复成立 前些日子我还去了西安卑林博物馆 又看到了剩余的这四郡 另外两郡呢 是复制品 再想想这故事 心里啊 百感交集 六郡能不能聚首 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一个事 这事不是今天才关心 当年辛亥革命的元老陕西三院人 余悠任老先生就任陕西救国军总司令的时候 得知六郡惨遭厄运 曾痛心疾首的副师道 六郡失勤 屠上在 追怀铭记 感无穷 1972年 中美关系解冻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 基辛格访华前呢 想跟中国示好 就向美国的一些名流智库呢 征求意见说 送点什么礼物给中国最好呢 据说啊 当时杨振宁曾建议说 你最好把周灵六郡中的那两军运回中国 这礼物就算够格 但这事太难成了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我去过三次 每次间隔的时间大概都七百年 十来年 当你站在中国唐代最重要的文物 李世民旗过的两匹战马雕塑面前 每次都会感慨世事延良 岁月如梭 这故事 从李世民打江山到今天 已经一千四百年了 一千四百年听着 没啥感觉 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从今天这个节点 往后想 一千四百年以后 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一年是三四一八年 国宝请未了 下集听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